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那麼在昨天指數拉長紅之後 今天順勢有許多標的 他開始做一個 算是一個稍微的一個修正 拉回整理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一個現象 尤其在電子族群 像台積電 連發哥今天他沒有繼續的攻 所以整個行情以指數來說 相對起來 他就比較不會在今天 特別的要做一個強攻的動作 可是在過程裡面 這個內容裡面 你會發現其實有些標的 他持續在創高 所以這種標的如果你抓得到 那當然今天你還是繼續的累積獲利 所以只要能夠抓到 這種趨勢成型上來之後的標的 而且你要在趨勢成型上來之前 我們所謂的波段轉折的位置 你抓到 你到現在到今天你還是在擴大獲利 累積獲利 那因為你買了這種位置 所以你絕對有能力去設定我一檔股票 我就是要賺幾十萬起跳 當你每一次每一檔標的都能夠設定目標 而且真的都能夠幾乎能夠達正 賺幾十萬上百萬的時候 那你長期而言 你絕對財富可以很快的累積起來 那這也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你的做法就是對的 你今天如果說我這次賺了幾十萬 可是我之後過了兩個月三個月陸續操作之後 又把之前賺的那筆錢又賠掉了 那代表什麼 你的做法其實不對啊 你只是某一次你賺到 可是大部分時間你又賠掉了 那代表那個做法它是不穩定的 那就不是一個真正正確的做法 真正正確的做法就是告訴你 你會在一個低風險的狀況下 最低風險的情況下 你會出手買進 絕對不是高風險的時候去出手買進 一定是在最低風險下去出手買進 然後呢 你買完之後你會發現 你買的標的未來回頭一看 就是在一個波段起漲前的那一個轉折區 那那種區域你是不是可以多買一點 沒有人跟你搶 因為它還沒有漲 沒有人跟你搶 那你是不是可以多買一點 你是不是可以集中火力先鎖定 那一檔操作就好 那這樣的話就是一個波段的一個 百萬單股就這樣成型的 那你資金多的 你就可以分配集檔股票操作 資金少的 就尤其是資金少投資票 你要更要壓抑 壓縮資金 集中資金 鎖定對的一檔 一次就是大賺 那問題是你要能夠找到這樣的標的 你要確定之後才能出手 不要亂做 所以你看我們的會員 這個標的 三開頭的股票 我說我不用急著跟你公開說哪一檔 因為不要模糊焦點 我做節目不是來跟你報名牌的感覺 不是 我如果要跟你報名牌的話 這一天6月15號第一天啟動 我就跟你說 你看這個33333什麼東西的股票對不對 我直接公開了 直接公開對不對 然後你就看這個標的厲不厲害 這就是什麼 報名牌 可是那種做法 對啦可以啦 但問題是那種做法會讓觀眾朋友會誤以為 因為你買了這個標的 所以你賺錢 其實不是耶 我們買這個標的是因為它業績好 這是我講的 你操作股票兩個機 一個叫業績 一個叫這時機 那為什麼我先不公開 因為你一公開 大家會磨不焦點 會認為說 因為你買的是這個標的 所以你賺錢 其實不是 因為它業績有了 那第二個重點是我要強調的 我們在它的對的時機買 而這個對的時機就是 它準備走一波段上去 前的那個轉折區 我買到時機 因為抓到這個業績股 加它的最正確的時機 我出手買到 所以我能夠賺錢 那當我換了下一次操作 換了下一檔股票 我還是在這種條件下 在這種時機出手 我一樣會賺錢 所以如果你硬要跟我說 是不是因為某一檔股票 所以你賺錢 我覺得不對 不完全正確 所以我不要模糊焦點 所以我一開始我做節目 你看習慣你就知道 我不會 因為我只要賺多少錢 漲停板或連續漲停 我就跟你公開是哪一檔股票 我不這樣做 因為不要把焦點模糊了 重點賺錢的方法 是什麼 是因為你在什麼時機出手 所以看我節目頭這邊 我希望各位能夠去了解 是那個時機 6月15號這一天啟動上來 一啟動上來 因為我說過你買在一個 轉折的位置 準備向上推向上推走出一個波段的 起漲前的這個位置 就是我所謂的一個波段的轉折 你在波段轉折去買股票 你一定賺 那這種位置的風險是不是最低 風險最低又沒有人跟你搶 你就慢慢買 買好之後做好準備之後 他開始向上推向上推越漲越多 第一天上去啟動 20張你就賺18萬了 6月15號20張賺18萬 因為你在這種位置買 所以只要上去你就開始賺錢 你就一路累積一路累積一路累積 20張18萬6月15號 6月15號漲停板啟動 你就賺18萬了 到6月17號 他又創高 又創高 20張已經賺多少 30萬 然後到6月23號 又創高 你的20張已經累積多少了 41萬 到昨天23號 你23你賺41萬 然後到今天20張已經賺多少 49萬 已經逼近50萬了 今天又創高 逼近50萬 業績大成長 當時我就講過了 前5月獲利就YOY大於150% 1.5倍以上 業績大成長 所以是不是要業績 然後你又買在對的時機 所以一啟動上去就開始賺錢 懂了嗎 所以你一定賺了 這種做法就是說 你能夠買在這種位置 你敢不敢集中資金去操作 你都可以買在這種位置的 你說你不敢操作 過去的你 因為買這個 買那個買了一堆在手上 那為什麼你會買一堆 因為你沒有任何一檔股票 是你確定它一定會漲 你沒有十足把握 所以你就乾脆 我這個標的我覺得不錯 那我就買個兩成資金 那個我覺得也可以 我買個一成資金 那因為你們就是這樣子把你的錢 把它分散到好多股票上面 然後最後如果沒賺錢 你又告訴你自己沒有關係啦 反正就分散風險嘛 這個叫投資組合教你的對不對 分散風險 不要把資金把它分散開來比較安全 可是我們要的是賺錢 不是最後沒有賺錢 然後找一個理由來安慰自己 那個沒有用 如果錯了沒有賺到錢的做法 我跟你講就是錯 那錯了我們就改就修正 好不好 不要找理由說 因為我過去我那樣做 可是它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沒有賺錢就是不合理啦 就是錯 懂嗎 那我們就去修改嘛 好不好 那怎麼修改 就是我剛才講的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種位置買股票 有沒有 可以這樣判斷出來的話 可不可以集中資金 針對一檔股票操作 我要從頭開始賺上賺一波 我居然可以賺一波 我是不是可以一檔股票 我要設定目標 我大賺幾十萬上百萬 我絕對可以 各位那是絕對可以 所以到今天你看這檔股票 到今天你賺四十九萬 你只買二十張 你到今天又創高 賺四十九萬 不是因為哪一檔的問題 是因為你在一檔對的標的上面 對的時機你出手 所以二十張到今天賺四十九萬 那資金大的呢 資金大的已經破百萬了 但是我說過 我們就是用一般的投資朋友 二十張來計算就好 這就四十九 我將近五十萬了 就一檔你就賺 到現在還沒結束 就將近五十萬了 再來呢 再來看這個 我們回到我們的 齊心協力這個系列的標的 齊心協力系列標的 你們應該都很 都很清楚 記得很清楚了 我說過了 齊心協力 增百萬 一樣設定百萬目標對不對 我們要賺一檔就賺百萬 但是呢 我有開放名額給各位見證 我已經講過 我說只要有新的標的 進入轉折的 轉折的區塊 波段轉折的位置到 時機到了 那我就會盡量在節目中 我跟你預告 同時 我們公司 我會安排一些名額 給觀眾朋友撥電話來 如果你也想要同步去買的 你們可以來報名見證 那報名見證 就可以跟我的會員同步去買進 有沒有 所以我都有開放 大概一檔股票大概開放 二十個到三十個名額不等 就是給觀眾朋友 一起來操作的機會 所以每一次我都會開放 有一定的名額 那當然齊心協力也不例外 6月10號講完 隔天 11號就一路拉上去了 漲停 金星科 齊心協力 齊心協力 金星科 漲停上去 10張就26萬 5張也有13萬 但前提 但前提是 你有沒有提前再轉折就先買好 而不是他拉上去 你又想要去追漲停 然後呢 這一天有沒有 講完之後 6月15號漲停 10張 第二根漲停 兩天兩根 75萬 你只買5張 也賺了將近40萬 那當時6月15號 我就先跟你預告 還有齊心協力二部曲 兩天兩根漲停 然後到6月16號 5張賺55萬 因為他又創高 5張也大賺55萬 10張已經賺109萬 那當時我在跟你邀請的是什麼 齊心協力 這金星科上來的 你當然不要去追 你要買的是 齊心協力的二部曲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來看二部曲了 對不對 你齊心協力 金星科 5張55萬 10張109萬 當時我就邀請你 那請你錯過的 你來做齊心協力二部曲 我一樣開放名額 讓你見證買股 有沒有 你來報名見證 跟我們的核心成員一起買進 跟我們的核心成員一起買進 齊心協力二部曲 有沒有 好 講完了 來 那請問一下 跟我們核心成員一起買進的 齊心協力二部曲 我們就來看 6月18號 6月18號 齊心協力二部曲 這張股票 剛剛來到多少價位 20張已經賺10萬塊了 所以你看喔 如果你來的話 你沒有買到金星科沒有關係 但是你買 你跟我核心成員 你來見證買股 買這張標題 齊心協力二部曲 一起啟動上去 10萬塊拿到 20張 然後呢 反正我說過 我們就是這樣子 一直一步一步去追蹤 然後到今天24號 今天24號 齊心協力二部曲 今天又一路走高 20張已經賺多少了 30萬了 6月18號 20張賺10萬 到今天24號 賺30萬了 所以 只要有機會浮現 我節目中 我就會提醒你 告訴你有哪一檔標的 我們是準備了 那已經在轉折區 可以開始佈局了 因為你在轉折區買 所以你一定會賺 那就變成說 投資朋友 觀眾朋友 要不要把握機會了 因為你 因為你看我節目中 講了太多檔 一次又一次 一檔又一檔 給你預告 然後給你開放機會 讓你來報名 報名見證 20個到30個名額 每一次我都這樣做 所以你最後你會發現 其實賺不賺錢 好像這都是 已經不是我們的問題了 是觀眾朋友自己 能不能夠去 願意改變做法 如果你決定好 那我這次我改變做法 我就來跟你 跟你見證 買股 買一次 再轉折區的股票 買看看 你看其實你 你早一點決定的話 你早就 其中任何一檔 你就賺到幾十萬上百萬了 對不對 那我就講 就是20張以內的張數 我沒有跟你說 你買50張100張對不對 那除非低價股 十幾塊20塊 我們就買50張100張 可以接受對不對 可是你 如果說一般的 中價位以上的 基本上就是10張20張 好不好 那大家都做得到的事情 那所以幾十萬上百萬 是不是都幾乎你絕對拿得到 可是問題是 你還是得去做 你沒有做是沒有的 所以我才希望觀眾朋友 不要只是當觀眾 因為觀眾就是看而已 好 你今天看完了 你覺得我們這樣做 應該OK 會賺錢 那你隔天開盤之後 你自己又跑去追了一些股票 那到了下午收盤 你又回頭看到節目 覺得應該買轉折 不能追 你追了最近都不是很順利 都虧了一些錢 應該買轉折 買從頭開始賺 最安全 然後又可以尋求一個最大獲利 不要收盤之後才這樣子想 盤中你就是要這樣執行 所以有遇到已經進入周轉 則進入轉折區的標的 不斷走的機會股票 到了時候你就要把握機會 好啦 這個標的呢 來 我們奇心協力系列有沒有 來 我再複習一次 一切一切都是我節目中 我都先預告的 有沒有 奇心協力 金星科有沒有 好啦 金星科上去了 我不會讓你去追 6月11號 金星科上去了 我就跟你說 下一支鑽石會員 鑽石股 你要買股見證的把握機會 對不對 鑽石會員的最檔股票 要見證的撥電話 那等一下我們再講這個標的 然後呢 連續兩根掌帖 我就跟你說 奇心協力二部取有沒有 奇心協力二部取有沒有 好 奇心協力二部取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過了 到今天已經賺多少 已經賺30萬 20張而已 好 那 我跟你講 我跟你提醒的那一檔 鑽石會員的那檔鑽石股 如果你說 我撥電話之後 我要報名見證 我要跟鑽石會員一起買進 我要見證的那檔標的呢 你就買30張就好 今天呢 已經賺15萬多了 鑽石 有沒有 最新啟動 電動車業績價值低估 電動車的業績價值低估的股票 這檔股票今天又創本波新高 30張累積已賺多少 15萬多 繼續累積下去 所以我 你看這個 因為這檔股票價格比較低 你就多買一點 30張 已經賺15萬多 你不管跟哪一檔 你要見證哪一檔 你都賺 都是六位數起跳 然後你再多給這些 因為這些股票它是進入 它是在一個波段轉折的 這個地方買的 那它現在這些股票剛上來 賺30萬的二部曲 賺15萬多的這個電動車的業績 賺10股 賺15萬多 都是剛上來就賺15萬多 賺30萬 你再多給他們一點時間 一個波段完整上去之後 絕對都是超過50萬起跳 那一整個 一整個波段 我們就可以設定目標 我至少目標 我可以設定到賺幾十萬上百萬 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你做得到 所以你設定目標 我們不是在喊口號 那能夠做得到 原因是在哪裡 兩個嘛 就是我講的 你要掌握兩個機 一個叫業績嘛 價值被低估了 那就等待什麼 等時機出手 時機到了 我就出手 所以我永遠 我都可以買在轉折區 我一定要賺錢 就這麼簡單 那這些標的 其實說穿的 都是我節目中邀請你 我開放過名額 邀請各位的 對不對 你沒有看節目 你都知道 好 那現在 來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這個 我們飛揚會員的 飛揚會員的這檔標的 三開頭股票 到今天又創高大漲 對不對 賺49萬了 對不對 20張賺49萬 那飛揚會員的下一檔 這檔股票已經賺50萬了 賺50萬了 那人家現在要買什麼呢 對不對 那新會員要買什麼呢 飛揚會員的下一檔股票 請看這邊 我今天開始跟他們預告了 所以我們做 我們帶會員操作 是有一個節奏 一個一步一步來的 你不要買一堆股 然後再算沒有用 你不要每天帶人家去追漲 沒有用 反正我就是標的 我追蹤的標的業績股 價值低估的業績股 到了 時機成熟了 我們就開始準備規劃給客戶 客戶操作 那我節目中呢 我就會順便的 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你也想跟他們 跟我們會員同步買的話 你可以報名見證 我有開放20或30個名額 對不對 所以我做的事情就這樣 永遠都如此 各位希望能夠同步 想要改變做法 想要賺一筆錢看看的 你可以來買股票 飛揚會員目前我們最新的潛力股 是這檔股票 這家公司結合了防疫 結合了電廠 又結合了儲能 我們稍微帶近一點 三合一的題材 防疫 電廠 跟儲能 三合一 這家公司在今年 進入大成長期 它的某一個產品 主力產品 已經那個產線已經全滿 全滿 今年進入大成長期 那這樣細節什麼產品 我不能透露 大成長期 相對於去年過往 每一個季度來說 都是高度大成長 今年非常不得了 那以今年這麼好來看的話 我們去估 你今年可能會賺多少錢 你今年EPS 如果到那個價位的話 我先來看看你的股價 哇 十倍都不到 各位 它現在的股價 本益比十倍都不到 你知道嗎 那如果你只要先到十倍 我就賺多 賺幾十萬了 你知道嗎 就像我之前講過 六開頭的股票有沒有 EPS12塊左右的股票 你就先到十倍本益比 我就賺幾十萬了 是不是 這個也是一樣了 本益比不到十倍 對不對 先到十倍我就賺幾十萬了 更不要講說到十五二十倍 手上沒有的成員 我們在這個價位 二十塊便不便宜 便宜 二十塊上下 你要來買五十張 一百張都可以 我們今天第一天買進 二十塊而已 防疫電廠儲能三合一 那這檔標定呢 我今天開放三十個名額 給中市的觀眾朋友 你可以待會兒直接撥電話 來報名見證 跟我們的飛揚會員同步來買進 你來見證看看 那你要買多少 五十張還是一百張 隨便你 二十塊的股票 隨便你買 來見證 三十個名額 現在趕快先撥電話 現在就要先撥電話 我們待會兒再回到節目現場 我現在在新的地下 這檔標定是一個人的 那天啊 這檔標定是一個人的 這檔標定是一個人的 可以淡化斑点 扶平细纹 可以光化你的皮肤 而且它很轻敷 很滋润 很好被肌肤吸收 安美诺 属于你的美丽承诺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防疫期间 在家待着最放心 在家住最安心 WMF在家常活动时间最开心 张浪无所不在 居家储虫第一品牌 威灭灭章队 快速连锁杀张 整窝消灭 25年全方位储虫专家 Combat 威灭 再多准害虫 只要这一罐 一喷全杀光 全新威灭 全校储虫杀虫剂 快速消灭最多储害 居家储虫第一品牌 Combat 威灭 倍速癌症专用营养配方 黄金比例 低糖 优质 高蛋白 每日两瓶 有助维持癌症疗程生活 德国倍速 陪你实现 每一个约定 香甜木瓜加浓醇牛乳 像现打一样好喝 统一木瓜牛乳 机上经国务管理的 完颜阿古打 职业是皇帝 南辰妈妈的牡丹娇 是这样唱吗 一个人的酱骨头 又是什么滋味呢 周日晚间六点 撒听后刷飘 英才文教基金会 大陆寻期 掌握市场先机 周日给您独到投资建议 每周一至周五三点 五海飞扬 叶子洋 故事看中序 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大家好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所以你会发现 当业绩股价值被低估的时候 你格外去留意 所以你看当时 5月21号我就跟你讲 六开头这个标的怎么样 他今年可能要赚12块 我们估的话 大概赚12块 如果要赚12块的话 你10倍本益比的话 起码要120对不对 可是他股价才几十块 也就是说他的本益比 连10倍都不到 连10倍都不到 进入了时机上面 进入了周转折 就是我车胞写的 已经除码集结 进入周转折 你赶快去买 所以你在周转折买了一个价值低估的股票的时候 5月21号讲完之后 到5月24 23赚20万 25号23赚24万 到21号 231号 23赚45万 6月1号 23赚50万 有没有 我都没有公开 因为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在对的时机 买到一个价值低估的业绩股 你一定赚 后来我公布了 点序 6485的点序 有没有 已经到多少了 130 是不是回到10倍以上了 你回到10倍以上 我赚多少了 我20张赚76万了 对不对 那请问你 什么时候该出手 你看到140 我20张赚95万 是不是大赚几十万 上百万 那请问你在哪里买 在什么时候买 有没有 价值对低估 他连10倍本益比 都不到的时候 又进入周转折 你要赶快出手 再看下去 这个 有没有 当时也跟你讲 也是6开头 然后也是估 今年可能赚11 12块 那你10倍本益比怎么样 起码120 一样股价太便宜 对不对 股价太便宜 所以你们 我有准备名额 你们来买股见证 521讲完之后 到524 20张赚17万了 25到27万 有没有 普通会员20张 已经赚多少 27万 31号赚43万了 有没有 我都不公开 不用挤 因为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在对的时机 买到一个价值低估的业绩股 后来我公开了 为什么 因为122了 代表什么 10倍本益比来练 你知道吗 10倍本益比一到 我已经赚多少 58万了 了解我意思吗 到139赚92万 一档股票 大赚几十万上百万 而且我还必须告诉你 像九旗 我讲了 九旗 典序 这种 都还没破断结束 你知道吗 好了 这些都上来了 你也不要去追了 来 然后像这个 有没有 题材 电商物流仓足 三合一 三合一底部 这边筹码 这边集结 之后准备上去 有没有 遇国 最后呢 最后多少 90万 100张赚181万 今天三合一 又一档三合一的标的 防疫电厂除能三合一 这档标的开放给各位 本益比不到10倍 如果你要买进 这档标的的 来见证的 30个名额 拨电话 买股见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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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